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地铁跑酷世界巡回赛 又来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那么也是再次回到开罗 让我证实了地铁跑酷世界巡回赛 它是一个固定做好的世界 然后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也是非常给力的一个游戏内容 那么开罗属于是埃及首都最大的城市 也是非洲籍阿拉伯世界最大城市 城市横跨尼罗河 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位于埃及的东北部 那么游戏整体还原的话 还是通过我们在网上对比图片来看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跟咱们这个开罗毕竟没有亲身去过嘛 所以说在这个游戏中来提 简单体验一下各国不同的这个风格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地铁跑酷它只是一款跑酷游戏 但是却把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 包括首都之类的都做到里面了 那基本上都是这个世界首都 它把这个首都的一些精髓都做到这里边 那么开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受这个战争破坏的古城 那么历经很多王朝 那么政府不断修建以及扩建 形成了这个古今并存互相辉映的大城市 那么有好多的像这个古埃及 还有一些像之前的这个北欧那边的 还有这个雅典 有很多的以前的古代的这个建筑 那么也是保存到现在啊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开罗的话一个别名叫做城市之母 那整体的话看起来咱们好像经过了开罗的国际机场啊 这个的话可能游戏里面做的还是比较还原的 那包括像中东开罗这个地方的地面 都是类似于这种沙土地啊 他们这边的这个气候就是这样 然后边上这个风格 还有远处这个类似于像金字塔的出现 但可能这个金字塔并不是直接就是映入我们眼帘的 那你看这个地面都是以黄色为主 包括这个进到类似于像是这个埃及 这里边的法老来保护的这个神像 那这里的话没有做出能进入到金字塔内部的结构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遗憾的 如果能做出一个飞跃到金字塔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更上一层楼了 这边的锋利发电好像不怎么转了 包括这个古埃及的是有这个神话叫做阿努比斯 如果想如果玩过这个刺信条起源的人应该知道啊 那这里边有很多的类似于这个风格 在以前古埃及时代的这个整体的风格也是保存到了现在啊 那么有很多的地方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 像这个地地跑酷也有北京地图 那么很浓重的忠实建筑 一看就知道是咱们这儿啊 包括还有这个带有耶稣神像这个礼约日内卢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地方 因为他都是吸收当地的经典的建筑 还有包括这个俄罗斯做出了这个克里姆林宫红场之类的 都是把当地的这个地标都做到了里面 这个的话可能是需要实地考察也好 在这个互联网上寻找资料也好 那不管怎么说地铁跑酷的官方把这个东西做到里面 这个还是值得表扬的 那么游戏缺点的话 在最早的话他的音乐是独一无二的 并没有为当前的独立地图添加音乐 但是现在的话他为这个地图添加了音乐 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